《扶貧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國事同行會 繼續有阿昌、楊繼昌和好朋友 一行在這裡繼續和我們主持今集的節目 很榮幸今天和你一個香港絕望的召集人楊繼昌 但我們今天就不是說這個地家產的霸權問題 我們說另一個國際的話題 什麼話題 我們除了說這個地鐵加價之外 暫時不說了 想說一下其實都很國際化 但一般都很本土的問題 就是國民教育 因為其實香港人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國民教育就不是現在所謂 就是我們說德育及國民教育 就是我們說升國旗 要抱著什麼心態 熱律盈康 或者是要 了解祖國現在的現代發展 對 機遇 和諧共創 我們祖國的優美文化 我們那時候頂多是小學生 那時候都是社會建教 但是社會 我們的祖國 理論上就是英屬香港 英國 所以我就想回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英國的時候 沒有說一些特別的 英國的國民教育 叫我們專政英女皇 例如銀掉到地上 例如我們踩到女皇頭 踩到士頭婆 大不敬呢 會不會是 今天我跟英國有關係 我選了一個題目 就是講愛爾蘭一個問題 為什麼阿昌剛才說的 也很對 其實我們國市同學會 我們一直這麼多年 我們的興趣都會思考 有關什麼叫國家 什麼叫國民 這些問題 我們很喜歡思考 但是我會覺得 你要思考這些問題 就真的不要 只是把眼界放在中國 為什麼這麼說呢 譬如很簡單 你現在說國民教育 資訊文件說 升國旗的學生要熱量盈康 同學們都要互相監督 過癮又沒有激昂 但大家要知道 國旗在中國傳統沒有這件事 我們大清國有一個 大清黃龍旗 大清黃龍旗 不 應該這樣說 也不要說黃龍旗 譬如清朝 可能城樓有個清 唐有個大唐 其實其次是打仗時用的 譬如你惡妃 你會有一支惡家旗 曹操有支吵 劉比有支劉 我們沒有一個國家的旗 但其實 剛才阿昌說的黃龍 其實當時 萬聖開始跟外國的交往 迫著 人家每個人都在外國 每個人都要升之旗 你不可以沒有之旗 你要留下一支 國歌也是一樣的 原本沒有這件事 又因為在國際方面開始 慢慢跟外國有一個交往 大家有這種慣例 才會迫出來 因為在英朝時已經有國歌 是的 所以這些有 中正王朝 大家應該說走向共和 中正王朝仍然有 因為中正王朝仍然是閉關所國 譬如你所說的 乾雄爺的英士來 他都趕人走 很傲慢 但問題是 到了晚清時候 如果大家看走向共和 就會有支中國的國歌 我要說一件事 國際國歌這件事 不是我們原本的國情一部份 原本的國情是沒有這件事 是一定要逼出來的 因為與外國的交往 所以我們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嘗試把眼界 擺回軟一點 擺回世界上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本身 例如現在所說的 教育局推出的課程 它不是只說國民教育 它是說德育和國民教育 我看一份資訊文件 其實它是甚麼都炒一疊 它一方面 它說要個人的範疇 或者家庭的範疇 要吸納中華文化的優點 即是折劫 校外 欠虛 但另一方面又要說 國家的前途 如何去明白國家的意義 所以就是剛才你這樣說 其實中華文化是一件事 但跟我們現代國家 國民的概念 其實這過年我們辛亥革命 一百周年 就是這一百年的事 所以擺在一起 其實有些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現在你說批評 當然夜來很多的批評 加上自確切穿自己本身 要做這個洗腦教育 的確夜來很多批評 但批評就比較 大家都聽習慣的 大家都想到你是洗腦 你又是幫共產黨宣傳 要中軍外國 沒有批評思考 所以我們要設計這個題目 不如反過來 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的歷史國民教育 是怎樣 其實我也希望我們這個節目 其實慢慢多些人聽 開始我們有些組織性 其實剛才阿昌說 那些什麼叫國民 我可以另外再開一個題目 什麼叫做 Ethics 什麼叫做 道德 這個東西 已經可以錄到來 比如說 我們今次會講一個國家 其實之前我們都試過講 新加坡 前兩星期 其實今次我們會選擇外爾蘭 為什麼外爾蘭會 今天會講這個題目 當然英國對我們來說 是有一個很特別的一種的感情 比如說 早幾個星期 黃太孫大婚 對 大婚 剛剛英女王 在這幾天 早幾天 就去了 愛爾蘭 進行了四天的國事訪問 但是我們還未講 我們講一下外爾蘭的背景 比如說 問一下阿昌 那 就是 愛爾蘭這件事 對你自小到現在 你的印象是什麼 就是 其實也是一個迷來的 那個迷就是 為什麼永遠都是 你去奧運會 中國英國 但是你去足球隊的話 你是英倫三島 五支球隊 英格蘭 蘇格蘭 威爾斯 愛爾蘭 加上北愛爾蘭 其實英倫三島 你說愛爾蘭 其實應該是英國的一部分 曾經也是英國一部分 沒錯 但是 獨立了出來 愛爾蘭 就是 還有 你說貝爾法斯特 都柏林 這些很古老的名字 但是你不會想到 他有什麼特別的身份 除了一些愛爾蘭的球星之外 沒錯 頂多有一本文學的巨著 叫尤里西斯 但是那本巨著 就說 本身可以寫回 都柏林的歷史出來 就算布蘭 都柏林炸了也好 透過那本小說的話 就可以模仿都柏林 整個城市的經貌 但是其實證明 都柏林本身 這麼多年來 都沒有什麼變過 幾百年來都是一個 小城市 但是也是愛爾蘭的中心 所以 其實也是一個 愛爾蘭 也是一個 小國寡民的地方 說回我 譬如說 雖然我們以前 受英國統治 其實我們對英國的國情 都不太了解 我實際 聽到愛爾蘭 會聽到什麼新聞呢 實際 就說 為什麼不愛爾蘭 又有什麼新教徒 和天主教徒 經常打架 愛爾蘭共和軍 是的 這是我小時候經常聽到的 然後 當時我想 當時我小學 當時讀本人小學 就是天主教小學 我大哥 就好像是 民生書院 好像是基督教學 我就在想 問題 咦 那我和阿公 是不是要打架呢 我天主教 阿公是基督教 是不是可以 其實這個問題 令到我小學的年代 開始思考什麼宗教的問題 為什麼有天主教 其實 有時候 我在香港 很多人聊天 都不能分辨 這是什麼 從基督教到天主教 這是什麼 一大堆 愛爾蘭是什麼 英國又不是 有時候不是 英國又不是 我想 其實 我們嘗試用回中國的邏輯 譬如說 台灣和香港 中國自古 不可分割的領土 譬如說 我們用這個邏輯 就是 愛爾蘭也不是自古 自古以來都是大英帝國 大英帝國 我沒有預備圖片 大家一查圖片很簡單 英國英倫三島 哪三島 首先這個本島 英靈 英格蘭 斯克蘭 是上高的 就是蘇格蘭 愛爾蘭 在左邊 就是這個島 這個叫做英倫三島 目前的政治狀況就是 愛爾蘭這個島 要分兩部分 在北邊 屬於英國的管轄區 南邊 基本上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這個就是愛爾蘭 愛爾蘭 自古英國 包括分國的領土 其實我們有個時序 大家聽到會明白 基本上 三千年前開始 已經有一些人在愛爾蘭居住 另外有一個種族的名字 叫做可爾特人 大家有沒有看NBA Seltic 其實是有關係的 因為當時在波士頓 大家要知道波士頓是東岸 其實波士頓是一個 在美國歷史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因為很多大事件 都在波士頓發生的 當時波士頓有大量的外爾蘭人 在那裏居住 所以好像不記得一九幾年 五幾年 開始搞NBA 不如在波士頓 我們搞球隊 搞球隊 叫甚麼 叫可爾特人 本身蘇格蘭 都是主力 居住很多 Seltic 大家都知道Seltic 所以在三千年開始 歐洲有很多人 去了愛爾蘭這個島 在432年 公元後 有一個人叫Patrick 開始傳入羅馬文化 以及羅馬的基督教 十二世紀 開始進入封建時期 然後到一一六九年開始 有些英國人開始入侵 如果大家說英國人 當時用種族去計 可能有些叫Angles Sessions的人 中文叫甚麼Angles Sessions 不記得 不懂怎樣譯 整個名字很奇怪 然後到一九七年 開始有個重要的事件 就是亨利二世 開始統治愛爾蘭 亨利二世有甚麼特別呢 大家要知道 其實領土這件事 是不斷地常常會變的 當時在歐洲 同一時間是 諾曼帝公爵 亦都是安如伯爵 那是甚麼來的呢 那時候 諾曼帝或者安如 這些地方 其實在法國 即是那些地方 在現時的法國 那時候 他又管理了愛爾蘭 其實基本上 大家要知道 到底這個領土屬於誰 是誰分割 其實很看過時勢 那時候皇帝說 那位是我的 或者他不知為何 即是遺產 無論老不遺產 成計了某個爵位 他就說是那個地方的統治者 大家都知道 其實英文本身這個語言 或者英國這個民族 本身都是由法文而來的 沒錯 在曾經英法戰爭入面 英國也有很多法國領導 所以其實亨利二世有個很重要 其實他當時 為何他兼了安如伯爵 諾曼帝公爵 這些名銜 是種下了將來這個 英法百年戰爭的禍根 當然這個我們會另外 可以有機會再說 到了1541年 亦都很重要的一個年代 就是這個亨利八世 兼任愛爾蘭王國 其實亨利八世有什麼 重要的事情要說 因為當時其實 英國處於一個 宗教改革的年代 就是說 亨利八世開始 要正式對付羅馬天主教的領導人 最主要是他想離婚 是啊 其實他想離婚 有機會我們會講宗教的問題 宗教問題其實是人類 這麼多年鬥爭 比如中國的有宗教問題 有西藏 其實說到尾 宗教問題其實都是一種文化的問題 你不讓我離婚 你的宗教不讓我離婚 我便反抗你 我便打你 總之 個人的事情 不要說 雲官來說 他要對付這個 舊教 所謂的 現在的天主教就是所謂的舊教 信新教的人 他就要開始 他就要 對於舊教的人 進行迫害 而且他要自己 成為 成為 教會的領導人 當時 你要知道 歐洲做皇帝還沒這麼過癮 因為他自己做皇帝 上高 也有個 所謂的 羅馬教宗 在此指點點 是吧 離婚人 讓你離婚 你說中國做皇帝 其實中國做皇帝也有問題 可能有時被太后指點點 起碼都是自己的家庭裏面 但歐洲座皇帝不過人 外面有這樣的教宗指點點 他們這班人不服 他們就開始進行宗教改革 不害一些舊人 同一時間 他們又會兼任愛爾蘭國王 到1800年開始 喬治三世年代 他們正式將大不列顛國家的改名 大不列顛愛爾蘭聯合王國 Yunata Kingdom有甚麼意思 甚麼叫做Yunata Kingdom 就是將不同的帝國連結在一起 和一個皇帝 對 去做一個國王國的公主 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另外有一個想說 跟香港人的國家觀有關 譬如說 有些香港人可能討厭共產黨 他們會懷念英國殖民四年代 或者以我以天皇為效忠對象 但有很多香港人仍覺得 以英國或英國人作為效忠對象 但大家如果看整段英國的歷史之後 其實我覺得大家不需要懷念英國的統治 你喜歡英國是沒問題的 因為整段歷史告訴我們 其實很多國家都要獨立於英國之下 然後有運行 大家看到 1783年 就是美國獨立成功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看到英國 你看到1800年好像很威風地做愛爾蘭王的統治者 其實已經損失了美洲 對 其實大家要知道 愛爾蘭是甚麼地方 即是 如果要比較中國的地理 愛爾蘭是小過重慶些少的國家 但是大家要知道美國 美洲是甚麼地方 即是大家要知道英國的問題 去到哪裏 到1911年 就有個特別的事件 就是喬治五世去愛爾蘭訪問 喬治五世是誰呢 大家如果有看這個皇上 我沒有懷疑 是 就是沒有懷疑他的父親 沒有懷疑王子的父親 也是現在我們當今聖上 伊麗莎巴二世女王的阿爺 為甚麼今年伊麗莎巴二世 訪問愛爾蘭是這麼特別 因為是18年 即是18年之後 整整18年 才是再去訪問的 所以那是1911年的時候 那到1916年 就開始甚麼了 就其實 英國其實 你要見到 入戰衰落的 那愛爾蘭人 就要起義了 那就 新界的鄉山 對 就開始要起義了 對抗英國佬 他是不是拆開愛爾蘭人 來的玻璃屋 但問題是說 人家真的流血 就真的沒錯 在早幾天 英雷王訪問愛爾蘭的途中 英雷王有個舉動 大家會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去克羅克公園 進行悼念儀式 克羅克公園 其實是類似 1920年 類似中國的六四事件 當時 有些人 提供一些情報 給愛爾蘭人 他們想獨立 英國的軍隊要報復 在這個公園 開槍 打死了十四個平民 這就變成一個克羅克公園事件 所以這次 英雷王訪問愛爾蘭 也是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悼念儀式 雖然他沒有道歉 但其實起碼都是一個表示 我們不知道溫爺爺 或者胡總 或者將來習總 什麼時候有些烏魯木齊 早兩年未有些騷亂 拉薩也有 什麼時候我們會見到 溫爺爺 或者習總 那些人去這些地方 獻花 我們也不知道 起碼這麼近 天空門廣場 快有六四 又不見中共有什麼表示 其實這些起義 到1921年 南部的愛爾蘭 成立了26個郡 成立了一個自由邦 大家要知道 1921年是什麼年代 其實都是一個風雲 世界上的風雲萬面年代 正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是的 很多時間也是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也是我們偉大的神聖的 中國共產黨 第一次代表大會 上海的第一次開會 1921年 大家會見到 整個年代是一個很變化很大的年代 到37年 那些自由邦就說不行了 真的要成為共和國 當時 為何會有 我想這是關於宗教問題 或者關於文化問題 因為 因為愛爾蘭 愛爾蘭這個地方 有百分之五百 當時 南部的那些地方 要說獨立 要成為一個自由邦 出現了一些不愛的問題 不愛就是什麼問題呢 因為有51%的都是親英人士 另外有38%都是民族人士 都是那些可以突然 但證明英國其實某個移民政策有效 因為他將很多人移到貝爾法師等 當然中國也在行禮 將很多大量的漢人移到西藏等地方 但其實有問題 相對來說中國是難以成功 因為西藏的地方不是怎樣住得人 也很糟糕 但問題是 起碼是愛爾蘭等地方 跟英國本島都是很… 氣候差不多 差不多 都很舒服 即是否可以 所以不愛這個地方 大家都是親英的 基本上到1948年 就正式… 就是愛爾蘭 就是南愛爾蘭正式脫離了英聯邦 獨立成為一個主權的國家 但同一時間其實你見到英國是沒有落 1947年印度又成功了獨立 其實差不多的年份 大家會知道1959年 我們上兩個星期說過 新加坡也是爭取了自治的 即是說 在一戰和二戰之後 英國基本上是這個所謂一不落帝國 其實開始沒落的 那我要問問一下 大家到底… 愛爾蘭是否自古… 即是… 大英 大英 大英國 大英國的領土 阿昌你覺得呢 我剛好上個… 應該是前個星期日的時候 就在黃國那時候 剛剛那時候 就是警察拘捕 即是在地上寫文字 那時候 那時候 我累積了很多內地人 圍觀地問發生甚麼事 然後跟他解釋 那有兩個比較年輕的朋友 即是內地的朋友 第一次來香港 那樣 他們就說起這些事件 然後跟他介紹 即是說艾美美的那些 那樣 他們很快去 他們很明顯對政治的時事就很有興趣 然後再馬上會問 其中一個討論的話題 就是問我其實香港人對於台獨怎麼看 然後我就舉了… 我不是舉了外爾蘭的例子 我舉了蘇格蘭的例子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之前… 英國就有一個公投 公投就說選舉法的改變 其實在同一天的時候 各個地方議會 即是威爾斯、蘇格蘭 以及北外爾蘭的地方會議會 都在改選 都在改選 但是蘇格蘭就麻煩了 就是蘇格蘭國家黨 或者蘇格蘭獨立黨 第一次在蘇格蘭議會 拿到過半數的議席 他們就擺明 就是說政綱在他們任期之內 要舉辦蘇格蘭獨立的公投 我就跟那些內地的年輕人說 即是我們當一件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蘇格蘭這個獨立黨勝出 即是好像台灣民族黨勝出的時候 我們聽不到英國皇室 或者英國首相 就會走出來跟你說 蘇格蘭是 英國自古以來 聯合王國 不可分國的一部分 然後誰想將蘇格蘭從英國分裂出去的話 就會成首什麼效果 歷史最難 如果說外爾蘭和英國的淵源 蘇格蘭更加厲害 聯合王國 其實第一個聯合的意思就是 英格蘭和蘇格蘭聯合 我們知道 英格蘭和蘇格蘭的歷史上的對立 所以 如果我們用共產黨的邏輯 國情不同 對 沒錯 明白 所以其實 我們這一節只有一分鐘後 我要說一件事就是 你不要說什麼 即使中國 我們看中國的整部歷史 中國的版圖也不斷變 我真的沒見過 中國的版圖是 即使中國的版圖也有所不同的 其實外蒙古 你會說中國版比台灣更早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使外蒙古 也更加自古以來 不過分割那一部分 這些雙重標準我們也結慣了 所以大家要銷售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 有關愛爾蘭 還有什麼反應 我想我們可以 第二節 我們再跟大家繼續說 下一節 我會回來再見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什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香港絕望 國善堂會 國善堂會的第二節 我們今天剛剛 Victor 我們都是我們一向主持 剛剛說我們外面天雨露滑 黃色暴雨 剛剛趕進來和我們一起討論 今天那個國民教育 愛爾蘭與大英帝國版的一個 我又問一位很地道的香港 套身套獎的年輕人 你一聽到愛爾蘭 你會想一些什麼 愛爾蘭想一些什麼 其實在我們的概念而言 愛爾蘭和英國 英格蘭其實很相近 雖然我有概念 就是知道他們是獨立國家 即是不同的國家 但是在文化上 或者語言上 其實都覺得是很相似的東西 我又說一個有趣的東西 其實愛爾蘭和我們有一個關係 剛才我們說了 就是可以突然 如果大家看NBA 會看到這個球隊 第二件事就是 大家有沒有想過 我們這個建歷史世界幾度大傳呢 其實就是這個建歷史啤酒 黑啤就是愛爾蘭 其實我也分不清楚 你說Pub和Irish Pub Irish Pub除了有黑啤之外 就是那個具體的 為什麼要叫Irish Pub有什麼分別呢 你扑開一下一行 你知道嗎 Pub我又不太知道 但我會說 第一件事 就是這條文化 譬如說如果你說威士忌 那些人也很喜歡安威士忌 但是 就是威士忌 愛爾蘭的威士忌 多了一個E字 是嗎 W-H-R-I-S-K-Y 如果美國的威士忌沒有一個E字 他就多了一個E字 他就說自己 我聽說A字比較優秀 就給他們驚訝 哈哈 即是說 其實我想 譬如說 這些人 他們喜歡 這個文化 喜歡互相 proud 很正常 但是 另外有 如果說開酒 我就說 有一種酒 我喜歡喝 叫做啤梨 啤梨就是巧克力酒 就是甜酒 不知道 我喝到巧克力的味道 你喝到啤梨 我喝到啤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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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啤梨 B-A-R B-A-R L-E-Y 不是 是甜酒 就是愛爾蘭的特產 這些很多 很有文化色彩的 這個就是我要說的一個題目 我想這個國家 大家為何要成立一個國家 或者我不跟你混合一個國家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 包括很多東西 包括飲食 或者我自己 我是一個愛爾蘭人 或者我是一個台灣人 一個西藏人 第二件事就是宗教 宗教也是包含文化 宗教是甚麼 坦白說 如果你說 天主教、基督教 伊斯蘭教中間有些鬥爭 坦白說他們的信仰是一樣的 他們都是同一個神 阿拉真主、耶和華 全部都是上帝、天主 幾十萬個名字 其實是同一個神 其實是同一個神 但為何會鬥爭 因為其實大家都在說文化 我用我的方法去敬拜 等於很簡單 我明明起樓 為何不讓我僭建 這是我的圍村文化 我要起樓為何不讓我僭建 這是大家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文化就是大家有一群人 自己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強行 你要因為我要跟你同一個國家 而影響了改變我的生活方式 那我就不想 不過最重要的是 你本身耶教或基督教 本身都有一個向外擴張的本質 當然我們是阿拉伯世界 對於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本身有一個很輝煌的王朝 大家都好像和現在一樣 大家都這樣 復興我們 漢堂盛世 其實伊斯蘭的心態也是一樣 所以大家都是以自己為本 為了自己的文化輝煌的時候 再加上向外競爭的因素 我想在中世紀以來的紛爭不斷 當然最背後 政治的因素 是滲入了宗教 更加多 你會不會再滲入了一些 例如階級的因素 例如天主教徒 一直都是比較有錢 或者基督徒比較窮 參與和涉及這些因素 交集在一起 如果你說愛爾蘭的個案 原本愛爾蘭是一個 在歐洲來說算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地方 因為它叫做歐洲農莊之稱 因為它當時也是一個比較主要 以農業為主 即是中世紀的年代 但你要知道 英國經歷過工業革命 在1750年開始 英國經歷過工業革命 大家要知道 剛才我們上次說過 1800年 就開始把愛爾蘭 進入大英不利瘋的黃國 當時 然後 第一 愛爾蘭原本是傳統舊教 第二 都是以農業為主 英國就開始 因為他要擴張 他要殖民 他要向愛爾蘭殖民 那些是工業革命的 還有他們有錢有資本 加上他們是信新教 他們不想受羅馬教廷的支配 信新教 所以這群英格蘭人 進入愛爾蘭 其實中間就有個衝突 剛才阿Victor說的問題 但其實我也是說一樣 其實說 宗教本身不是一個大問題 不是一個信不信仰 大家不同的問題 而是說 大家不同了 為什麼要搞新教 你是不想受 舊教的 教廷的束縛 剛才阿昌也說了 我要離婚 當時的指設 還有是 舊教 天主教的腐敗 是的 沒錯 其實全世界的事情 大家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其實都是類似的事情 大家都是想自己獨立自主 不想受一種束縛 希望我們大家同聲同氣的人 可以組在一起 成為某個組織 某個團體 你叫什麼 你叫教會也好 你叫國家也好 你叫什麼都好 你叫國小藥也好 都無所謂的 你叫RTV也不是問題 總之大家都是有群組的人 想組在一起 你不要講粗 你自古不可分割 這就是那個問題所在 但現在 譬如說 如果你說到國民教育 譬如說曾泳權 早兩天在問答大會 立法會的人說 這個國民教育 是不是洗腦教育 當然我又不覺得 這個是洗腦的 因為香港這麼自由開放氣氛 就是你的洗腦 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一個封閉的環境 才能洗腦 如果你是一個開放環境 的話 縱使你的課程 是多禁洗腦也好 都不能洗腦 所以如果按照 你能夠滿足曾泳權 本身 或者中央本身的意識 的話 我們請防火牆之父 就是你 我沒有想說 你在大陸也不能洗腦 因為你那些年輕人 去到防火牆之父 去到某間武漢大學 對 武漢大學 最搞笑的地方 首先大家知道 有看新聞 就是那位防火牆之父 去到演講 然後有學生 就向他擲鞋 擲雞蛋 擲東西之後 然後 首先 第一件事就是 防火牆之父 自己的名字 我也拆不回 因為他的名字 自己本身都被和諧了 就是被防火牆和諧了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他說 我上網 也看到有班學生 想對付我 你家學校的校長 為什麼不做事 校長說 沒辦法 他想推特 推特我上不了 被討論了 對 你要知道 幾荒謬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曾文權有個回答 就是說 很多西方民主的國家 他們都有 國民教育 但是 我要說一件事 就是大家 現代文明的國家 或者民主國家 首先 我也不要說 是不是灌輸你 外國 見到國劇要流 不是說那些事情 是 現代的國家 如何去應對 那些人 國民身份 這個問題 很簡單 一件事 1921年 南部自由邦 就是 愛爾蘭南部自由邦 成立 他們要脫離英國的統治 因為 北愛爾蘭 現在 北愛爾蘭 也是連續王國一部份 北愛爾蘭 因為 英國的 如何去應對 對於北愛爾蘭的問題 他們不是說 這是我們自古不可分國的領土 英國政府說 讓北愛爾蘭自己去選擇 是嗎 即是讓他們自己選擇 到底他們是想留在英國 還是還是想 獨立開來 加入了 愛爾蘭成為 愛爾蘭共和國一部份 還是還是 他們另外又如何整個國家 最終 北愛爾蘭的人民 他們都是選擇自己 留在英國裏面 所以我就說 你給別人自主 是否等於那些人 一定要分離 未必一定 所以你說 用回中共的邏輯 你給別人自決 他們一定是獨立的 相對於中共的事實 對著共產黨當然是離開 所以我就說 我又在說這件事 即是我們在說 現代民主 文明 即是我就會在說這件事 這件事就突顯了 你是不文明 你越是這樣 夜晚 那些人就越是 就是想分離 不過就算你這樣說 但之後你幫外爾蘭 我們也看到 我們剛才第一次也說過 我們小時候聽過的新聞 就是愛爾蘭是共和軍 對呀 不斷地放炸彈 也有很多暴力的行徑發生 所以這件事 真的不是什麼特別的事 譬如你說 我見到一些新界的居民 因為他們自己 某些信念 你要拆我的簽證 對呀 我們要弄一個 是否政府 林鄭拿一雙 叫解放軍弄一個 對呀 我們抗英抗日 都敢抗共 那些問題 他們不是太知道 早上做過什麼 那時候日本人來到的時候 新界員居民 是和日本的皇軍合作的 大哥 因為他們在新界剿匪 那些亂民 騷擾到他們的產業和自貿 所以他們和日本人合作 大哥 那時候沒有什麼抗日 大家不要說這麼多大義 大家都在保障自己的私有權益 為國做不到也要保家 保障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生活 其實這件事 不要說到什麼國民教這麼偉大 不用這麼說 每一個現代的人 其實是保障自己的私產 簡單來說就是為貴權 很簡單 當你不妥當時 你覺得自己的私產受損 你覺得自己的文化受損 你就會不適 用一種不同的方式 革命也好 流血也好 放炸彈也好 這個是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經常都會嘲笑 香港的 又要抽水 那些社會會和平 有些時候 你需要用一種激烈進取的方式 你就是要用的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當然 其實 你說太過火 大家都不會支持你 所以你說北奧爾蘭經歷了 其實 為什麼 打來打去北奧爾蘭 因為 剛才Victor說 有些新婚黨 還有一個共和軍 他們覺得不行 我要脫離英國的空置 我們要加入奧爾蘭 成為奧爾蘭共和國一部份 另外有一群親英人士 他說不是 不是 我們國家要統一 大家看到很有趣 如果在北奧爾蘭 所有親英那些 全部都有一個統一黨 名字都有U字頭 我不要記得那些名字 個個都是統一黨 統一物物物的 當然中間 首先 北奧爾蘭共和軍 開始用這個恐怖手段 防炸彈 自不然有些 新教徒的激進分子 新教徒就是親英分子 又搞了一些防炸彈的東西 所以大家說 中國有個說話叫黑社會 也是叫愛國的 都不是中國傳統人說的 是鄧小平說的 其實全世界很多東西 我們講的國設堂會 我們講的中國 其實大家放遠一點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一樣的 你那些 你愛爾蘭人 或者那些什麼 新分黨 那些保家衛國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是愛爾蘭文化 我們要跟愛爾蘭合併 你那些親英人 就覺得 不愛爾蘭 英國包分的部分 他們又是武家衛國 那些 大家就組織一些武裝團隊 大家互相夥拼 坦白說 發展到沒有些位置 一開始就 民族大義很偉大 搞搞一些武裝團隊 為了生存 為了利益 大家就是 妥協 首先不要說妥協 大家就是 混白粉 做綁架 其實是一樣的 你看看 不愛爾蘭人的故事 兩班都是這樣 無論兩班陣營 都是親英 或者要親愛的 大家架架下 那些又是腐敗 又是綁架 黑社會 搞了那些什麼 之後 開始有人厭倦 不要再打 大家看看現在的黑社會 黑社會的電影 每個都是官仔骨骰的 不是打的 我看黑社會 任大華 和紅卿的領導人 都說 現在的社會 不是出來打打殺殺的 突然間是西裝裏 拿把刀出來 不是 不是 大家是斯文 現在的人都覺得斯文 尤其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經歷過 去一天之後 整個 國際氣候都不同了 大家都 恐怖主義 很討厭 另外一件事 因為原本那些 就是 愛爾蘭 北外的人 都是受美國 有某些支持 因為當 你再用什麼 美國都反恐 當你這麼主張 恐怖主義 美國又不支持 加上很多的因素 加起來 開始就 不能再搞什麼 北外裡面開始停火 大家會看到 北外的 愛爾蘭共和軍 都說要宣佈解除武裝 所以到今天來講 北外的事件 可以叫做 暴力的抗爭性 可以叫做過一段落 就是 現在不流行這一套 有什麼好打 你打就打去 不過你現在 北外爾蘭 其實它有自己的議會 有自己的地方政府 自治權是非常大的 是啊 所以其實 其實 但問題是 我不太清楚 北外爾蘭有沒有說 例如 斯克蘭最近 都說 是否要獨立 其實北外爾蘭有沒有這個問題 暫時都沒有 因為其實 我理解 他們 當然有些鼓吹獨立的 新聞黨 在議會選舉裡面 但是 暫時都沒有佔大多數 沒有勝出過選舉 但是蘇格蘭就是 經歷 其實蘇格蘭議會都很好 那期是 是 威爾斯議會 對 蘇格蘭議會 和北外爾蘭議會 所以 在那時候 蘇格蘭的議會 都主要是 地方的工黨 可以佔議席的大多數 但是這次 首次 就是 他們贏了一半數 所以 他們的政綱都說明 一定要搞獨立 但是獨立的意義 其實我理解 未必是要 建立共和國 或者怎樣 他們獨立 也有很多個層次 例如 可能外交 加上軍隊 自主 也可能留在聯合王國 也是一個選擇 而且 有很多問題 你說 這些統治問題 在歐洲已經不是大問題 歐洲 基本上 已經是歐盟 其實很多主權國家 都放棄了某些主權 交給歐盟 我想他們 對於主權 或者 現代民族國家 的概念 是有很多 新的 理念 新的想法 反而東亞區 對於民族國家的認識 仍然是很傳統 要麼有全部主權 要麼就是 不是主權的實際 地方政府 好像很容易分法 但歐洲其實有很多種不同 有些半自治 又不知怎樣 又有權力下落 很簡單 歐洲首先 比如說 英國或者 斯克蘭 愛爾蘭 不愛爾蘭 其實都是這樣 你議會 首先他們有個地方議會 民主公司 就是管市政的 可能大一點的地方 某些郡 某些州 沒有所謂 大一點的區 有個議會 整個國家層面 有個議會 接著他們 如果 你以愛爾蘭為例 總統 總統是一個虛偉元首 就是 弗吉克克克 但問題是 他五年不選一次國會 五年又會選一次歐洲議會 歐洲議會 歐洲議會 又是凌駕於他們的國家思想 另外有一個組織 大家會知道 一個的治權 是會分開很多層次 難怪當年 戴祥爾夫人要主權互治權 他們不覺得是一回事 當然 其實主權 不是這麼重要的 事件 即是說來講 我覺得 那個國家的概念 是可以很模糊的 歐洲人 我自然是 英國人也可以 英國人也可以 我自然是 歐盟的其中一個分子 所以 那個主權 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重要是什麼時候 沒有辦法 我們奧運會、世界盃都要掛牌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選擇整個大問題 你看到阿昌一開始也說 英國一踢球也有幾支旗 我們中國其實也有廣西藏族自治區 然後也有西藏自治區 也有這些不同的區 就算每個省裡面也有不同的縣市 自治縣、自治州 其實那個概念也不是沒有的 其實我又很坦白說一件事 共產黨根本就不是有效統治全中國 大家不要被政府的宣傳押走你以為是很厲害 共產黨很多地方的問題 即中央、所謂的阿爺 很多地方的東西根本是管不了的 它是沒有辦法管的 譬如很簡單 有很多收地問題 北京最高的法院 判了那個地理 你落到地方 地方的政府說 不是啊 北京判了你有什麼用啊 那是我便不給你那大地理 你深圳、海關、iPhone、iPad 那些關稅都已經是 說明什麼關稅總協定 你簽了商貿部 說你不應該收的 然後深圳就說 不是啊 我可以收的 所以大家要 大家當學習 如果有些學生學習這個 什麼德育、國民教育的時候 大家要搞清楚 不要以為中國真的很厲害 看到之旗 如果你這樣說 反而我會支持國民教育科 即是說 學生例如 我看新聞去訪問 那些學生自己都說 那些中學生就說 你怎樣教我都沒有用 我一會兒我揭開報紙 是嗎 捉了不是問題 但是問題是 你自己寫的法律 自己寫的憲法 你都不跟的時候 你接著你課堂教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 全部都沒有了 那別人會問這個問題 即是你上課 又教了一套 但現在有一套 對比差別這麼大 其實令到學生更加反應 我以為你說對比差別這麼大 差別這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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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對於學生來講 會更加反應 有個點我想說 就是反而 這些政府這麼難以為 擺明 即是要 要跟那些 所謂洗腦工程 是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擔心 因為大家根本就會反映 阿菲塔 反映效果 我覺得有個最大的問題 有些洗腦就說 其實香港人有些概念是不覺不覺 甚至在大家裡面 譬如說 一提到 香港台灣是不可分國的領土 是吧 即是你一提到台獨 你一提到港獨 你就是大意不道的了 你就是萬惡不 因為這個不僅僅是教育問題 即使你在傳媒 電視劇中 都覺得中國是 即是一國兩制 即是基本法 即是基本法不可改 即是一國兩制 即是高度自治 而這些在很多香港人來說 是真是洗腦 因為經歷了由後襲民地年代 到回歸這十幾年 其實大家會心想 覺得一講到基本法 或者改變我們整個制度 或者與共產黨的關係 大家會觸動到那個神經 一講到基本法 即使所有民主派都會這樣 即是大家雲觀一點 看看世界方面 別人的歷史 其實這些甚麼叫做甚麼不可分割 甚麼五十年不變 其實真的浪費氣 其實大家可以把這些東西 拋開它 大家嘗試想過一條路 即是讓香港離開 不破不納 所以我們今集的國事行為會 就用另一個角度去看看 其實本身都是說國事的問題 所以我們下一集 都可以試試用這些角度 我們用一個比較的角度去看 涵討一下新國事的問題 好 多謝大家 下一集國事行為會再見 再見 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請問的致歸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進行車 請求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